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休息的航天员是可以进行及时处置的 中国空间站内新型的声光电报警系统 可以在发现情况后及时通知航天员快速处理 因此航天员们能够睡个好觉养足精力 醒来后继续开工 值得一提的是 为保障航天员顺利返回地球 神舟13号也以整装待发 专家表示若神12返回时有风险 那神13将在最短的时间发射上去 航天员就做神舟13号返回 据悉 本次研制任务神舟飞船为多船批次投产 两船同时出厂 未来神14与神13也是一样 以此类推 同时未来一主一辈 将成为我国未来空间发射任务的常态 最大限度地保障航天员的安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